在看完了单词之后 我们下面来看看课文部分 看课文之前 咱们先看看这个书题目 这题目本身就藏着一个 咱们讲过的一个重要知识 题目叫50pence worth of trouble 叫50便是的麻烦 这里面首先出现一个搭配 叫价值多少多少钱的这么一个东西 这个结构看大家是不是还记得 前面先跟这个钱 多少多少钱放在这 然后加名词worth 这个worth在这表示value 是价值的意思 然后再加off 再加这个东西 把钱书放在前面 加worth of 后面加东西就好了 本文中的50pence 50便是 worth of trouble 50便是的麻烦 这个麻烦花了50便是买来了 这么一个 我们再看一看 复习在第六课 就是34页第六课末尾 34页的末尾 第六课里面 They had got away with thousands of pounds worth of diamonds 他已经带着价值 数以千磅的 数千磅的钻石 逃之夭夭了 先跟前述 thousands of pounds 数千英磅 然后呢 worth of 什么东西呢 diamond钻石 价值数千英磅的钻石 是这么一个结构 那么类似的呢 我们以前还看过 在什么走遍美国中的片段 看大家是不是还记得 把这片段 咱们再看一遍 你看这是Russ跟Richio的一个对话 大家细心同学可能还记得 咱们第六课听过一次 Richio当时跟一个男的呢 进行一个 有一个约会 一个date 然后Russ呢 在路上碰见他了 他就问 well how was the date 就是你的约会怎么样啊 跟那男的处得还好不好啊 就是满意啊 Richio说了 well I'm alone I just bought fifty dollar worth of candy bars what do you think 你看 我现在一个人待着呢 毕竟我刚刚买了 价值15美元的candy bars 就类似于棒棒糖了 糖果条 这个东西 what do you think 你觉得怎么样啊 那言下之意肯定不好呗 很可能被放鸽子了 为什么 如果现在两个人处得很好的话呢 我们的海鲜餐厅 吃鲍鱼呢 现在呢 为什么一个人待着吃 吃糖果条呢 说明处得不好 那个fifty dollars worth of candy bars 价值15美元放在前面 worth of candy bars 东西放在后面 这看到了美式英语的特色 为什么呢 因为这个just 这个词咱们中学可能讲过 在英联邦国家里面 出现just 一般用在完成式 但美国不管那套 just一般 它也能用在一般过去式 用在一般过去式 也是正确的 在模仿说一个 我刚刚买了 价值50块钱的杂货 这句咱们造过一遍 这杂货呢 第二课讲可以叫 groceries groceries 对吧 可以这么说 我刚刚 I just 也学他用一般过去的词 I just bought fifty yen worth of groceries 我刚刚买了 50块钱的杂货 50这个圆 我们说过 由这个汉语拼 构成的单位 是单付出同行的 worth of groceries 杂货 用付出 我们讲过慢慢读 叫grocery 读块了叫groceries 就好了 好 这是一个知识点的复习 下面咱们来看第一段 先看第一句话 他说 Children always appreciate small give some money 小孩子呢 总是呢 很喜欢得到一些零用钱 零花钱 就是appreciate 在这表示感激感谢的意思 就是呢 得到零用钱 总是千万下 要好 谢谢爸爸 在这其实就是喜欢 得到零用钱的意思 这个small give of money 后面那个give some money 其实就零花钱了 以前的形式 构成的小礼物 不就零花钱吗 只不过 pocket money是固定搭配 这个并不是固定用法吧 为什么出现这么一个结构呢 它为了避免重复 你看在前三句话中 出现了三个表达 其实意思是一样的 咱们做个对比 你看第一句话中说的是 孩子喜欢得到 small give of money 零用钱 你看第二句话 mom or dad of course provide a regular supply of pocket money 爸妈妈当然经常提供零花钱 零花钱又换成了 pocket money 意思一样 但是后面又说了 but ankles and aunts are always a source of extra income 当然那些什么叔叔 阿姨 什么大爷 舅母他们 他们也经常提供一些零花钱 他们也是零花钱的来源 零用权叫extra income 就额外的收入 income是收入 额外的收入呢 就零用钱零花钱 孩子正经收入 可以交学费 额外收入买糖吃呗 你看 small gives money 小的用钱 这形式构成的礼物 pocket money 还有extra income 这是为了表达 避免重复 因为相距这么近的地方 通通用一个词 这个表达就雷同了 这在英语里面是特别忌讳的 当然我们知道要替换 那必须咱们自己有能力 有存货 你光有诸葛亮的这个头脑 但没有手下 没有大将 结果蜀国还是第一个 这个灭亡了 你必须得备一些常见搭配 再见过才敢替换 好 第一句话简单 是个简单句 第二句话来了个长句 他说 Mam or Dad of course provide a regular supply of pocket money but ankles and aunts are always a source of extra income 这句话里出现一些重要的词法 首先看前面 他说爸爸妈妈 of course当然了 这of course是个插入于结构 他说经常提供零花钱 那么你自己亲儿子 你不给钱管别人要呢 合适吗 经常提供零花钱 你做个对比 中文中 经常提供零花钱 这个提供是个动词吧 经常是个副词 副词就是动词 但你发现英语中 这个提供supply 它是个名词 前面经常regular是个形容词 那么给了一个经常性的提供 它是用形容词修饰名词 这再次看到了中英文的差别 中国人喜欢用动词 老外喜欢名词结构 尤其在书面语中 formal writing 正式书面语中 特别喜欢名词 这种动词向名词的转化 咱们在第三课做过一些 只不过第三课做的简单 因为第三课中变成名词 都是前面加 make 后面加off discovery 换成make a discovery of 但我们知道 不是每一个动词变名词搭配 都是这么变的 如果都是这么变的 我们老实就下岗了 那不用学了 我们会一个就都会了 没有这么简单 今天看几个 在生活中常见的一些变化 动词变成名词结构 变得壮严一些 比方说 做出了巨大贡献 咱们用动词好说 可以叫greatly contribute to 什么什么 向什么什么 做出重大贡献 如果把它变成名词结构 第一个 我们把contribute 变成名词contribution 这个搭配叫make great contributions to 为什么什么 做出了重大贡献 contribution 这个名词习惯用复述 contributions 前面动词还是make 但后面借词 沿用了动词 后面借词搭配 还得加to make great contributions to 他们为社会 做出了巨大贡献 they had made great contributions to society 向社会做出巨大贡献 可以这么说 这是做出了巨大贡献 你看这后面借词 得换成to 有的时候 连前面动词都得换 你比如说 某人特别强调了某个东西 强调动词有好多 咱们常见的呢 有这么两个 我们先读一下这个 起乎动词 慢慢来 emphasize emphasize 再读一下这个词 stress stress 这两个都是极物动词 都是强调的意思 那么特别强调 就specially emphasize 或stress 就好了 把它变成名词结构呢 首先emphasize 它的名词是emphasis 而stress 变成名词之后 依然是stress 但前面后面动词 这个动词呢 不能make了 咱们用lay 或者是put 都是放置的意思 后面呢 把这个副词 都变成形容词了 special emphasis 或者stress 后面叫on 这介词叫on 不能加to了 叫on 特别强调了 lay 或者put special emphasis 或stress on something 特别强调了某个东西 这个答备记住 咱们一会造句用它 再看 fully understand something 这个都认识 就完全理解了 然后变成名词结构呢 叫have a full understanding of something 记住 看明白没用 你得把它背起来 要不然你根本就不会用 我多次说过 学英语不是学一门知识 学知识 学物理 学话 学好办 背一个公式 所有题都会做了 但英语不行 得见一个 记一个 因为它是个技术 技术一个字 得滚瓜烂熟才行 它是文科 不是理科 have a full understanding of something 叫做这个 这个完全理解了某个东西 再比如说 carefully consider something 叫仔细地考虑某个事 consider是极无动词的考虑 那同样的 它的名词呢 大家可能都知道 叫consideration 但注意前面动词 叫give 后面借词加to 把副词变成熊词 进来 叫give careful consideration to something 注意consideration在这 一般是不可数名词 所以前面呢 就不加贯词了 你看这些细节的记性 在写作中 才能把它写对 否则的话 咱们一写 就会麻烦 不要妄图在考前背几个模板 就会了 为什么呢 背模板 大家写的一样 会叛雷同 叛低分 只好平时提高能力 这样让自己写作富裕变化 跟别人不一样 而且保证地道 学什么呢 学新概念第三册 第四册 这是我们的 这不二的法门 好文章 好文章 那么还有我们再看 比如说 某人强烈反对某个事 强烈反对 咱们用动词的话 可以叫strongly object to 注意object 这个动词是不及物的 后面加切词to 我们再大声来读一下 不要读object 那是表示物体 是名词了 动词读上在那边 object object 好 加to 叫强烈反对 object名词呢 是objection 那么用形容词 strong objection来修饰它 前面动词 还是用have 后面加to objection 可以当可数名词来用 我们经常用 have a strong objection to something 强烈的反对某个东西 这个表达顺便 可以记住 你看 我们今天又看了一些 但是还是依然 我们发现 就不能举一反三的 把它其他的去推广了 还是那个 建一个 记一个 词法 我们发现 比语法难多了 语法可以推广 词法 一般来说 是不能大面积推广的 只好建一个 记一个 老师给大家的总结的 是生活中特别 常用 常见 常考的 所以这些最好 大家把它牢牢记住 那么记住之后 咱看能不能 一个稍有难度的 一个转化练习 就是把它转成文言的书面语 你看我们造一个句子 说这份报告 特别强调了 必须要吃充足的 新鲜蔬菜和水果 蔬菜水果 咱们以前见过叫 fruit and vegetables 先说水果 因为水果 fruit 它比较短 vegetable比较长 fruit 是不可数的 vegetable是可数的 所以fruit and vegetables 前面是不可数 后面可数名词叫负数 你看如果要是 比较通俗的版本 这个句子特别好说的 the report specially stresses 你看这份报告 特别强调 可以这么说 强调什么呢 后面加这个 病语从具 加做水果的病语 it is necessary to eat plenty of fresh fruit and vegetables 做这个事是必须的 be necessary to do something plenty of大量的 然后呢 这个fresh fruit and vegetables 新鲜蔬菜和水果 但是我们看 能不能把它变得 更文言一些 你看刚才这个 特别强调 specially stress 咱们就可以用累 或者put special stress 后面加on on什么呢 on 强调的是 吃这个东西的必要性 是不是又可以把 这个necessary 换成necessity 换成这个名词 当然这个吃呢 你后面的嘉宾语 在这得用动词了 但吃咱们可以用 更文言一些词 比如consume 消耗消费 去吃 用这个词比较正式一些 我们看这句话 可以怎么说 咱复述一遍 the report lays special stress on the necessity of consuming adequate fresh fruit and vegetables 你看上下两个句子 其实意思是完全一样的 但第二个句子 来得更加庄严 来得更加正式一些 而且呢 我们看到在第二个句子 它还更简洁 它本身是个简单句 第一句话 后面加了变异从句 这下面是个简单句 你看the report 一样 lay special stress on 就特别强的 强的什么呢 强的是什么什么的必要性 这个必要性 达别叫the necessity of doing something 这个吃 我们把eat 升级成consume 这个不但可以 比较消耗消费 也能表示吃 它比eat更正式一些 充分的 plenty of 可以换成adequate 这比较正式 充分的 然后新鲜蔬菜和水果 把它炒下来就好了 这是尽量的 用名词结构 可以使文章 明显更文气一些 你让这个强调 变成名词 你让这个必要 由于形容词 也是变成名词结构 它不就庄严和正式 而且呢 甚至比第一个搭配 你看着还更简洁一些 好 这种变化 我们在后面 还会看到大量的例子 好 再回到句种 他说 但是呢 叔叔啊 阿姨啊 什么婶子大娘啊 也经常是额外收入的 这个来源 就是零花钱的来源 这个来源 我们这用的是江河湖海的发源地 源头这个词 就是source 它本来表示江河湖海的发源地 源头 这是呢 太生意 就是事情的来源 这水从那流出来的 这个东西是从那个地方来的 那个是源头 我们再读一下 source source 这是源头 发源地 你像 the source of the Yanxi River 就是我们长江的源头 我们当然可以用the长江river 也用Yanxi River 只是一条河 就是我们长江的源头 source 但是不要跟另外一个词搞混了 还有一个词 我们叫资源 跟这个源头和完全不一样了 资源这个词发音呢 就比较麻烦 英式美式又不一样 英式发音呢 后面是不加卷熟音的 中音在第二个音节 我们大声那边 resource resource 在英零半国家 也有人把前面那个s 发成z这个声音 在那边 resource resource 所以resource resource 都行 在美式发音的第一个 后面要加一个儿话音 叫resource resource 但在美国还有人 把中音往前读 都用resource resource 这个都可以 我们再读一下美式发音 resource resource 两个发音都行 这个美音经常可以把中音往前提 你像那个杂志 magazine 但美音往往读成magazine magazine 就这么一个特征 这个叫做资源 而且这个词习惯上是用复述的 咱们看一些例子 比如说 natural resources 这个词习惯用复述 这叫自然资源 再比如说 mineral resources 叫做矿产资源 什么铁 新铁 什么铜矿 等等 我们大声再读一下 这个矿物质的 mineral mineral 它来自矿 这个矿井 mine 这个词 mine 我们叫rl 叫矿物质的 叫mineral 水 叫water 读块之后 叫water water 矿泉水 mineral water mineral water 在这放在一块 就矿产资源 可以这么说 注意 这是表示资源 习惯用复述跟源头去分开 还有一个词 叫事物的起源 事物的起源 英语中可又不一样了 中文中都圆 这个词 我们大声再读一下 这个词 注意中音在前面 慢慢来 origin origin 叫事物的起源 注意后面这个字母i 同样发a 所以是n gen 不要读gen gen不是e 而是n 在那边 origin origin 事物的起源 我们看例子 the origin of mankind 叫人类的起源 对吧 再比如说 the origin of the universe 叫宇宙的起源 这是表示起源 我们用origin 这个做个辨析 不要在使用时 把它弄火了 那么我们这是名词 下面看动词 我说印刷处起源于中国 起源于 来自于 那么我们同样 可以用动词端语 首先origin 变成动词originate 中音后语了 后面就可以加in 常见的加in 我们大声来读一下 originate originate 动词at发a 这个声音 originate加in 还有能用stem from 也是特别常见 常好的词汇 我们知道这个stem 本身可以表示 植物的茎 茎杆 做动词来用 就好比是植物的茎 从那个地方长出来了 不是起源于 来自于吗 我们再读一下 stem from stem from 用stem加from也行 干脆我们用根也行 用根的名词形式叫 have its roots in 某个东西的根 在什么里面 说明它从这长出来的 have its roots in 这固定搭配 我们看一个例子 印刷术起源于中国 咱们中国四大发明之一 我就可以说 printing印刷术 originate in China 可以这么说 或者printing stems from China 或者说 printing has its roots in China 印刷术来自于中国 起源于中国 可以这么说 这几个搭配特别重要 其中那个stem from 在后面文章中 还会出现 咱们先提前看一看 138页第九行到第十行 138页第九行到第十行 就是我们29课 是否有趣这棵树 他说 However, a new type of humor which stems largely from America has recently come into fashion 他说 然而 有一种新的类型的幽默 我们家定语从俱了 他说 它很大程度上 是起源于美国的 现在已经最近怎么样 开始流行起来了 你看只不过后面 叫个Warchley 叫很大程度上 是来自于美国 stem from用这个结构 那个镜是从那长出来的 是我们根儿在美国 可以这么来起 这是几个 跟这个圆相关的表达 本文中说 零用钱的来源 它没有说 直接给零用钱 用的source 也是特别形象 就好像那个地方 是个水龙头 打开着花钱 源源不断就来了 用的source生活中 特别俏皮 我们可以很多地方 都可以使用 你看咱们 学着使用一下 你看这么一句话 学习英语 对我来说 总是一种乐趣 那么一般同学 可能说 Be always a pleasure for me 或者to me 对我来说 是个乐趣 但我们是不是 可以用来源这个词呢 学习英语 对我来说 总是一个乐趣的来源 就是我们跟李老师 一学新概念第三册 第四册 就好像把水龙头打开 哇 哎呀 爽啊 乐趣的来源 取之不尽的乐趣 学英语本身是个快乐的事 长知识嘛 我们说一说 Learning English It's always a source of pleasure for me 对我来说 学英语 总是一个快乐的源头 可以这么说 当然这个for me to me with me 都行 对我来说 是一个乐趣的来源 就可以这么说 他说爸爸妈妈常给零花钱 但是亲属呢 什么叔叔阿姨也给 后面说 with some children small sums go a long way 他说对于一些小孩子来说 小笔的钱就能花上很久 这又出现一个特别短的句子 大家发现规律了吗 第一句话很短 第二句话相对特别长 第三句话又来了一个短句 文章长短错落有致 是充满弹性 叫宋词意想 这个李老师说过 对于一些小孩子来说 with some children 这个with 其实跟刚才我们这个for 从用法是一样的 对某人来说 好几个写词都行 那么常见的呢 这么几个都行 with somebody for somebody 或者to somebody 都可以表示 对某人来说 在本文中 这个句子里面用的是这个with 当然是可以的 我们再参考一下 在本课书中 就是我们这个七十页的 第六行中间靠后一点 就在七十页这课书 第六行中间靠后一点 是不是出现这么一个 这样一个片段 for most of them 50pins is a small price to pay for a nice big bar of chocolate 对他们大多数人来说 50便是呢 这个对一块很大的巧克力来说 算不了什么了 这钱都不一定够 对他们很多人来说 for most of them 是换成了for 可以看到 这几个戒词 是可以替换的 是可以的 但是我们看看 后面这个重点搭配 叫small sums 就是small sums of money 这个sum可以比较 专门比较钱的 这笔数了 小比小比的钱怎么样呢 go a long way 可以花上很久 这个不是走路了 钱又没有脚 走不了路 go a long way 是个比喻 表示can last a long time 可以延续很长时间 意思呢就是 可以花上很久 很多小孩子 他很节约 这个钱总不花 留很久都花不完 这个意思 那么他表示 可以延续很久的意思 你看我们再看这句话 the battery can go a long way 你看又出现go a long way 相信大家会翻译了 这个battery 就是电池的意思了 我说电池 这个电池可以用上很久 是不是也相当于last a long time 延续很长时间 就跟我们说 那难服电池 这个能用上很久 the battery can go a long way 甚至可以把它当作 一个广告词来用都行 可以延续很久 这个意思 但是注意 在固定搭配里边 换一个字 可能意思就变了 你像我在后面 如果加一个借词 go a long way tours 后面加一个借词tours 我说过 英国人可以动作twoos 两个音节twoos 但美国人这w不发音 一个音节下来 而且中间加卷 声音叫tours tours 这个声音 什么意思呢 在某方面有很大的帮助 跟刚才的go a long way 完全不同了 它表示 在某个方面 有很大的帮助 咱们看一些简单例子 比如说 the book will go a long way tours solving your problems 说这本书 在解决你的问题方面 会有很大的帮助 你不现在遇到困难了吗 我推荐这本书 看完之后 问题解决了 这个在解决的问题方面 有很大帮助 go a long way tours 在某方面 有很大帮助 你看 一字之差 没有一千里 意思就不一样了 咱们再来一个 我把那个go 有可能come come a long way 意思又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我们在大声度下 come a long way come a long way 什么意思呢 这个表示取得了很大的进步 相当于improve a lot 取得了很大的进步 跟刚才那个延续很久又不一样了 是讨厌劲的 我们同样的听一道托福 听了真题 看看这里边应该选哪一个 好 咱们仔细先听一遍 看看能不能做出正确选择 他问这女人 是什么意思 我们看着题目 再听一遍 What does the woman mean 咱们看着女人是什么意思 咱们看应该选哪一个 好了 我们看到正确答案应该选择 C选项 对不对 She thinks her painting has improved 她觉得她的绘画技术已经提高了 这个painting当画 可以当这个普通的可数名词来用 但绘画技术就不可数了 这绘画技术提高了 咱们为什么选C 看着原文再听一遍 Number 18 I saw some of your paintings at the student art exhibit They're great Thanks I feel as though I've come a long way What does the woman mean 好了 第一个男人说 I saw some of your paintings at the student art exhibit They're great 我在这个学生艺术展上 看到了你的一些绘画作品 哎呀 画得太棒了 这个painting在这就是可数名词 表示画的画 表示绘画技术不可数 表示画是可数的 后面的student art exhibit 表示学生艺术展 这个exhibit在这是名词 就展览会的意思 他前面读了student art exhibit 这是连读了 student art 连读语后变成student art 中间这个字母T呢 连读之后 在读快之后 这个声带又震动起来 所以发的的声音 跟二D连读变成dart student art exhibit student art student art 是这么一个连读 They're great 太棒了 这女孩子很谦虚 Thanks 谢谢你 I feel as though I've come a long way 谢谢你 我觉得好像 确实我取得了一些进步 as though 就是as if 好像的意思 I've come a long way 我已经取得了一些进步 什么意思呢 答案单是C She thinks her painting has improved 她认为 她的绘画技术 已经提高了 所以这是come a long way 取得了很大的进步 improve a lot 相当于这个意思 好 再回到课门里面来 本句说 对于一些小孩子来说 小笔的钱呢 就能花上很久 延续很久